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心中始终会意念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钱 那么他拿过奖学金 成长了以后呢他会也一样的做这样的录制 像四季以前拿过加薪水泥公司的清函奖学金 那么现在同样做生命度反对性 帮助所有没有钱的读书的协同 能够有钱去读书 这个就是一种回报 那就是在想到以前过去 那么现在自己要做什么 我们觉得像这个像这个皇才神啊 煎熬地神 其实你要求得这个福 求福啊 人间的这个福报 要求求人间的福报 有几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 你自己的心量一定要大 个人的心量大 他的福报又大 心量小 福报又小 所以心量一定要大 所以心量一定要大 你看那个有钱的大老板 他的这个脸像 有钱人的脸像 他就是 你看这个人有没有钱 是财主 是不是财主 有时候是看脸像可以看出来 看脸像可以看出来 啊 绝对不会是 这个啊 哇 这个感力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帮我开车门的那一位是哪一位 我看脸像 他是做什么的 房地产 做房地产啊 我看 我看他的面像 就是比较有的面像 就是比较有的面像 那你到底有没有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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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次看到一位说 诶 这个人很像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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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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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很像有一点 我说奇怪啊 六度糖的这个 雷藏室怎么会盖不起来呢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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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进来 看到所有的人面像 一个一个都是苦瓜脸 这个六度糖就是他找出的房子 找这么小 六度糖 要花心大一点嘛 现在找的就这么小 就是他找的 也是他找的啦 对 这间房子是因为他做房地产 所以这间房子是他 替买卖成功的 应该讲起来是他花心出来 是不是 国内地产 国内地产 他就是去买 他做房地产的生意 他就说 中介啦 就给六度糖 六度糖来用就对了啦 但是 六度糖买的啦 六度糖是工的 是有采访的 他是介绍 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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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牵头的 那天 那现在我问你啊 你到底有没有啊 有有 谢谢师生家子 有有 要讲理由的 所以发心要大一点 发心大一点 因为我一进来 我只看到你的面相不错 对不对 一进来一看到 诶 这个人面相不错 是有的那一方面的人 然后 进到里面来 再看到所有人的面相 都是无的那一边的人 啊 啊 他摘着摘着面 都说 QQ 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哦 哎 说一下 那里面就是说 像我以前 我以前很穷的时候 真的 我们每次跟他讲话 都 都 都讲 那样 那样 善到两个人都会怕 对 善到两个人都会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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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进来一看 大家的面相 哎呀 糟糕 怎么搞的 这个修 这个修 还要换顶监牢 异神 还要红财神 都是要求福 要大无精刚的宿舍 多持一些咒 持一些咒很重要 观想这个财神筑顶 都持一些咒 那红财神的鼻子啊 要经常去摸 因为你一摸 红财神的这个鼻子 拿着金刚触 触他的顶 摸红财神的鼻子 摸一下 他的鼻子 就会吐出这个珍宝 吐出珍宝 这是一个要诀啊 你观想的时候 就是要这样子观想 不是有讲吗 用那个金刚触 触他的顶 然后练红财神的心咒 再用手摸他的鼻子 那鼻子呢 他会吐出这个 这个所有你需要的珍宝 你要防止就防止 要雷葬事就雷葬事 要土地就有土地 要有车子就有车子 要有金银珠宝就有金银珠宝 要这样子才可以啊 那里面也要修财神法 不能只是灌顶而已啊 你既然灌顶了红财神 就知道要知道怎么修红财神 监牢地神就知道 什么是监牢地神 啊 当初我去美国的时候啊 我 刚刚去美国 现在是多少钱 240万 240万 你呢 会算数啊 你稍微好看一点 你也是财神 这个 240万台币 买了一个 8万块钱的房子 半年来 一个收入都没有 我在美国第一次写文章拿到稿费 是4块钱美金 4块钱美金很高兴 去买了2块钱的牛奶 买了几个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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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一条面包 带走这个国亲 国旗跟师母 到了那个 一个叫做DRA 到了一个山 那里去交友 把那4块钱的美金给它花掉 我们的汤 是在那个Cocky Park 那里有一个叫Cocky Park Cocky Park Cocky Park的湖边 那海边 去找那个海带 去那里去采海带 然后组成的海带汤 吃海带汤 然后我们去到巴拉的时候 去买的食物 到那个Lucky Lucky 那个叫Lucky Lucky的那个Supermarket Lucky的Supermarket 它们后面有一个仓库 就是过期的所有的水果 蔬菜 食物 全部堆在那里 准备呢 送回这个盐厂 或者是送 给它送回去的 我们去买那个来吃 有半年的时间 我完全没有收入 只有收入就是搞费4块钱 拿到西华报的搞费4块钱的时候 我还跳起来 所以终于有赚到4块钱 那时候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我那时候有跟佛菩萨讲 跟奥斯金哥讲 我什么都没有了 来到美国什么都没有 所有的钱 全部买了这个房子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剩下一点钱 就是买人家那个过期的食物来吃 然后煮那个海边采来的海带来吃 那时候我也很穷困 但是我修法非常的虔诚 修法非常的精进 整整半年 整整在巴拉住了三年 天天都在修法 都在买光 我告诉你 下雪天 不开heater的只有我们 到那个second hand的商店 去买什么呢 second hand的商店 去买那个毛毯 那一条毛毯 差不多一块钱 一条毛毯才一块钱 那佛亲佛琪师母 都说天气很冷 我说没有关系啊 你就我的毛毯 一块钱的毛毯 多用几件 没有heater的 下雪天 结冰都没有heater 都没有开heater 就只有我们 吃的是什么 人家过期吃剩的 穿的是什么 sick in hand的 走路了到超市 那时候还没有车呢 走路到超市 买菜 做了就是那个八万块钱的那个很大 那么已经七十年的老房子 七十年的老房子 七十年的老房子 天后 有所有的衣服 有所有的化光 有很多的东西 全部从布袋里面出来 渐渐的 有很多的地址来 我半年以后啊 开始写文章 从美国写文章 寄回台湾 台中 台湾日报 每写一则报导出来 三百块台币 我赚的是这种钱 三百块台币 三百块 三百块 三百块等于多少 美金 四块 四块 美金十块钱啊 就是用这样子肚子啊 今天会把中国中 创办的这么大 有那么多的雷杖 是因为修法 所以要精进 要精进 各位观众 我们知道佛陀时代 弟子阿曼 因为没有请佛注释 而佛陀最终 释现涅槃 在今世 我们的根本上师 连身法王卢盛宴 不辞辛劳度众生 写作超过两百三十册 面对毁谱 他没有在意 面对怨敌 他平等视清 再在视现伟大成就者的风范 此时此际 我们深深肯定自己的皈依 让我们一起来 请佛注释 用心忏悔 我们一起来忏悔 愿你 愿你那时间是愈悔 愿你那时间是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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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已来成灰 放下烦恼 放下烦恼 愿你愈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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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 你那怨敌 厓恶我心肯定自己的轻 愿你那心肯定自己的灰 我今皆惭愧 不愿再违背 为何无怨无私的教会 不过身心有多疲惫 前生尽头无怨不退 我今皆惭愧 念何不怕累 断腾到彌托永相随 各位观众 连生法王卢盛宴的红法行程 欢迎您参考真佛宗的网站或参阅真佛报 请您珍惜法源详情请便 049-2312-992 当代法王作家卢盛宴文集 已进入第230册了 请您绝对不能错过 敬请期待卢盛宴最新著作 又一番雨过 详情请便 049-2312-992 今天告诉大家要精进 我在那边闭关三年 修法三年 1982年到1985年 我派来一个师傅 这是撒迦正空上师 在Glien Lake 碰到的 我喜欢游泳 我到Glien Lake 穿游泳裤去游泳 在Glien Lake 游泳 在府里面游泳 不用钱了 那时候不用钱了 在府里面游泳 不用钱了 那么你修法能够成功 撒迦正空上师教你 教你这些法 他就是在1982年到1985年 他就是在西雅图 他就住在撒迦庙 那里有一个撒迦庙 以后他就回到西藏区 我告诉大家 修法一定要精进 一定要专一 你才能够转穷困为富有 那三年以后 才搬到现在的堆里 才盖这个西藏区别战士 才有很多的这个 好像是说信众 开始祭祀 所以要精进 不能像一个故事里面讲 所以有一个人考试 考数学 有一个小名啊 考数学 回来 他爸爸问说 你考几分 他说我考三十分 好 考三十分 打你三十项 就打手心了 打三十项 他爸爸问说 你下一次要考几分 他就讲我一分也不要 他就讲我一分也不要 不可以这样子的 要考一百分 要精进到一百分 修行修到一百分的时候 就一定有奇迹出现 我那时候我修行很精进的 我在巴拉 林仙阁闭关三年 通通在修宝 我修到最后 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怎么办 你一个独大来下降 打开布袋给我看 你将来有这些东西 我也不求人啊 我不求什么人 我真的有很多的 我现在变成朋友 所以我才做了一个 卢圣宴布施寄金 所以我也看到很多 七真八宝啊 很多七真八好 哇 非道师尊念头 我说真的有吗 我真的 真的会有这些吗 余的菩萨跟我讲 说你会有 因为你修法一百分 所以师尊啊 在西雅图 也有彩虹山庄 那么漂亮的房子 对不对 彩虹山庄 那么漂亮的房子 那我以前也开过劳斯奈斯 台湾 你在云林 这边有人有劳斯奈斯 云林 黑内分林 有吗 我还有编利 有劳斯奈斯编利 这种车是最好的啦 对不对 劳斯奈斯编利 我开过那种车啦 有彩虹山庄这么好的房子啊 那么吃现在呢 供养 我今天这一次回来啊 每个人都要供养吃饭 排都没办法排 没办法排啊 排不下去啊 大家都要供养吃饭 我吃不完啦 吃不完啦 我穿呢 都是很好的啦 我穿的 你看我穿的这一件 是印领的地址送的啦 因为比较凉快 在台湾不能穿那个很多彩的 穿这个 穿这个是刚好 穿也都有啊 龙袍 大家一直拼命送啊 送不完啦 衣服衣袍一大堆 帽子一大堆啊 华帽一大堆啊 金银珠宝有没有 有啊 我这个是 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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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戒是 香港 年轻 上师送的 最近人家送的一个 这是 这是 历历宝师送的 我没有跟他要哦 自己 自己 自己找人家去打造 打造的 这个鑽石啊 是无瑕之的 1.58克啦 1.58克啦 是第一级的 最高级的 低 没有辖职的 很贵的 我这个表啊 劳力是蛮天心的啊 劳力是蛮天心的 香港的一张是送的 你只要修持有成就 这些东西都来 你只要花钱去买 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呢 赶快修这个 这个 宏财神法 赶快修 监劳地神法 监劳地神的来历很不简单哦 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 开悟的时候啊 一般的开悟啊 又有人证明啊 像你们 像你们开悟了 射箭 有师尊来给你证明 说你已经开悟 对不对 有师尊给你证明 你已经开悟 释迦摩尼佛开悟 谁来证明 他开悟呢 是监劳地神 从地里面出现 给佛陀证明 说佛陀切实已经开悟 而且监劳地神还献上 所有地上一切的供养 献上所有的供养 所以六度堂 怎么还没有盖雷杖士呢 有地没有 还没有 地都没有啊 应该 应该这个云林 地很大的 这里 这里的地 空地应该很多吧 很多空地吧 你如果盖了这个试验 这个功德也是很大 这不是叫功德啦 就福德 福德 福德很大 好消息 连身法王将在11月17日 台湾雷杖寺主摊 姚池基姆 护魔大法会 欢迎您前往参加 详情请便 049-2312-992